調阿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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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今天一調就調 我今天會幫你問 因為有人可以看到未來 什麼 艾瑞克 然後拜託靈界的朋友 好 行行好晚上就給柳柚之感 先休息一下 不要太恐怖啦 比較好看的 我要討厭 你自己做的 新聞 看畫畫 艾瑞克是什麼時候發現自己看得到 從小就全部都看得到 只是小時候不釐清 小時候覺得很奇怪 這一個人要死了 我知道 那這一個人要出生了 我知道 那哪一個我們以為的鬼 他躲在哪間床頭 我都知道 可是小時候沒辦法說對不對 我還挺會說 但是換來一頓打 沒錯 他跟索菲亞一樣 索菲亞也是這樣 那個事可不可以講一下 你第一次被痛歐是講了誰 痛歐是剛好鄰居 因為小時候我們常搬家 剛換到一個地方 然後呢 我就看到有個女鬼 坐在我家的床 床邊 在哭泣 然後馬上衝過去跟我媽媽講 欸媽媽 那邊有個女鬼 然後就 爆了耶 我也覺得很奇怪 其實我也會爆了耶 絕對爆了啦 卡通看太多 然後我想說 也沒看過這種卡通啊 怎麼會想到這種 然後後來 因為被打完了 真的還滿痛苦的 我想說 我最好不要再起這個奇奇怪怪的念 欸 這邊看到那邊看到 這邊看到那邊看到 所以你們搬到一個房子 這都是鬼的房子就對了 欸 他們會遊走 是同一個嗎 是同一個嗎 你有看到鄰居要死了 也被打嗎 欸 我後來不大敢再多想 但是後來我媽媽有去求證 因為其實我媽媽也不是不信 只是當下先打再說 那我剛剛提到的那個女鬼 後來我媽媽去求證 就是隔壁住的一對老伯伯老婆婆 他們是每天都是趴著睡 因為他們床下就有個大凹槽 裡面燒好多東西 蓋了一塊鐵片 床是在上方 就是 那個女鬼 是他們家的親人 晚輩 過去是 就是那一世的時候呢 因為精神分裂 在那裡自殺了 他們也沒辦法 振得睡 因為一定被掐被壓 所以他們永遠是趴著他們 可憐 一起人有可憐 沒有地方好拔 整個天天你也只會睡 睡到沒辦法還要睡 那他有什麼經營啊 看得出來他有什麼因果經營 未來三個月 羅大哥會怎麼發展呢 我們就看這一塊 來看一下 他會投射出未來的路徑 有長東西或沒長東西 那個東西是能量嗎 那是一個因果記憶的投射 長痘痘呢 或是跟我們以往作息 有起不一樣的現象呢 就是 喔 所以你未來三個月 這邊有長痘痘 就對了 長青春痘啦 這一個區塊 對啦 趕快吃 長青春痘 然後就是會當選啦 跟平常不一樣的變化 他就投射了 那就是當選還是不當選 有長就會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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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有跟平常不一樣的變現 這一塊 對… 拜託你繼續吃炸雞啦 對… 在上吃炸雞 馬上化 馬上化 炸雞被頭倒 對… 對… 現在要炸花生 炸花生 再加大桶沙拉 什麼 新聞 看畫畫 真的好可愛喔 未來我一定 那個羅友誌 你大概每個禮拜要PO臉書 然後你只要這個特性就好了 然後這一塊都不洗臉 所以我要嚇其他的候選人 就是故意帶給我一天 出來了… 出來了… 超級的 大家坐在一起 好 不過問一下施老師 我跟你講喔 你連腫瘤也都會當選 哇 那我打不破了 我打不破了 你這個打不破 良性 良性 他跟你說給破了 問一下施老師 現在很多… 很多人其實要去問前世 都是要問姻緣 問緣分 你剛剛講說有人要介紹一個女孩子給你的 兒子是Alan 然後就發現是沒有緣分 沒錯 所以這個緣分 是怎麼樣來看呢 你怎麼看這個緣分 那這個緣分跟債 是不是討債還債 這絕對有關係 所以呢 有一句俗話 就是夫妻是緣 良緣惡緣 無緣不合 不管是良緣或惡緣 你沒有這個緣喔 你這次不會結婚的 好 兒女是債 討債還債喔 無債不來 那他有討債的 有還債的 那很多的父母很辛苦的養子女 最後都是來投債的 那很多人一聽到就說 那請問你良緣有多少 我很抱歉 良緣大概只有15% 二元比較多 為什麼呢 他用一個親密關係 這跟台灣的離婚率好像也 沒有錯 他是用一個親密關係 希望你們能夠化解 所以呢 不是 冤家不聚頭 所以一家人呢 都是有恩怨的 所以才叫冤親債主 有親才有冤 你懂嗎 然後才會產生債權債務 包括紅樓夢啊 那個林黛玉跟賈侯玉 就是債權債務關係嘛 一個是神因四者 一個是江豬仙草 很多人在解紅樓夢 這一塊都不管 只解後面的什麼寶貸鏈啊 幹什麼的 其實曹雪琴一直要講的 就是英國 那我就看到很多的夫妻 真的是 就是 而且喔 你會跟一個人結婚 絕對不是只有 你懂嗎 一四元 那那個還債的喔 他會自動去還 他一直指我 對 他自動去追人家 然後呢 到最後呢 就搞得一塌糊塗 那然後當初呢 他就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著模一樣 就是要去還 對 要去還 要去還 那所以我看到 所有一見鍾情的男女啊 我會覺得好恐怖 因為只要是一見鍾情 你不要忘了 那個林黛玉跟賈寶玉 也是一見鍾情 當一見鍾情 那就是天雷溝動地光 然後就是債權債務關係啊 就產生了 所以我就跟很多人說 不要去參加聯誼 然後不要去 我說如果你有債主喔 你到天涯海角 他都會提頭來見 提刀來見 然後如果你有欠人家呢 我先告訴你 你是上桿子爬 那語言是債的 對 他會自己來 對 然後 你不要去強求 你不用強求 可是很奇怪 那如果是債 上輩子應該是恨對不對 可是這輩子竟然是用愛來 沒有 我不讓你愛我 我怎麼跟你討啊 對 那我既然這麼恨 那我這輩子會用這麼愛來 來連結 奇怪了 所以英國最妙的 不可思議就是在這裡 他因為你們要化解恩怨 只有愛能夠化解嘛 可是很多夫妻不懂 所以做夫妻喔 一定要好好的在這一世 善解三世緣 你就知道了 不管是你欠他 他欠你 還完就算了 就還完就算了 所以 我就看到很多人 在處理婚姻的時候 哇 我懂了 我現在其實在做的 都是在還的 對 而且我告訴你 我一個比較釋懷 還有 你有沒有干預一點 好 他不會只帶一個 他一個人來喔 他的家裡 他的 你的公公婆婆 你的這個 岳父岳母 他們是一一笑 買一笑 全部都是來討債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哇 一個人很辛苦的 養家活口 然後這邊公公也要錢 婆婆也要錢 那個丈夫也要錢 那他一個人就辛苦的為薑 為整個婆薑 所以他還是要繼續做下去 因為要還債 他 你再完了以後 你就看清楚就離了 那你不肯離 就是表示你再還沒有還完嘛 他你就 只好一直甘心受罪 到你還完為止 那有一個主持人在還完了 我勸他 你手不要亂指啊 數數 就跟對方聊了吧 不要 因為我告訴你啊 很多人搞不清楚就說 假如是一個孽緣 然後呢 最後 你一直糾纏不惜 然後你到來勢就更慘 因為 你本來啊 可以 我這邊要講個故事 這邊我要謝謝施老師 他 大家可能不知道 他其實都歸隱三菱了 可是 我的事情的時候 他有一天特地 從苗栗自己坐火車 然後我去火車站接老師 那到我家 然後我煮個餃子給老師吃 他也不要吃餐廳 這樣子 他跟我開導了一個下午 所以後來整個路 就 就 就 用冤親帶走的想法 也不是啊 就 我其實那時候是不想 不想解釋 不想那麼快那樣子 對 可是老師就勸我 我一定勸他趕快 不用再歪纏 你歪纏 你下次還要還更多 是 這邊要真的謝謝老師 我 我一個學生 他是一個醫生 然後他娶了一個老婆 這個老婆一直病奄奄的 在婚前就是那個 身體不好 對 然後我就很納悶 我就跟那個 我那個學生說 你老婆身體不好 你為什麼娶她 他說他就是愛她 然後我就跟他老婆說 你身體不好 你嫁人家 你不是拖累人家嗎 他就說 我也跟對方講了 可是他就是要娶我 你知道嗎 這種情形會覺得 愛情好偉大 我病奄奄 他還要娶我 後來等到差不多的時間了 兩個人結婚十年了 這男的有外遇 然後就要求離婚 因為他老婆既然生病 不能懷小孩嘛 然後他老婆是個姓佛的 照理說你姓佛教 你就知道因果業力嘛 那對方也還了你十年 很呵護你了 你就放人家一馬了吧 他老婆突然之間不願意 然後不肯 然後呢 就發生肢體衝突 然後他就去告 家暴 最後呢 這個先生就被 講你不能 然後他太太就 跑到屁股中心去 然後這時候有個師父出來 就勸他太太 就說該了就了了 他太太不肯了 打死不肯 然後他把他先生所有的財產 他太太了 你這幾乎 筋